李诚如是著名演员 从九几年开始拍电影 也是个老戏骨了 虽说是演员 但李诚如这一生可不仅仅只有演员这一个身份 李诚如担任过剧舞 下海经过商 开过服装店还做过导演 后来因为在演员请就位中出色的点评 成为一名点评师 可以说李诚如无论是在娱乐圈 还是在生活经验上 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因为经验丰富又是圈中的老前辈 这让李诚如的话格外有分量 因为敢说敢评还够狠 李诚如靠着点评火出了圈 最近李诚如在接受采访时又开始发表言论 炮轰当今正火的各大综艺 李诚如称当今综艺现状是被资本操控 靠流量生存 都是浪费资源来培养偶像 对于文艺工作者和影视工作者的演技 没有帮助和加持 换句话来说 就是现在的综艺都是靠着强大的资本在支撑 靠金钱砸综艺培养偶像 观众们喜欢的是偶像这个人 而不是看他们的作品 现在明星们挖空心思立人设 而不是努力在演技上突破 李诚如还特别点名了综艺奔跑吧 和乘风破浪的姐姐爆出这两大综艺的内幕 我们所看到的这两大综艺的火爆都是靠着资本 购买数据来维持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真的很火 而是曝光度高了 让大家看到很火的假象而已 奔跑吧的阵容后期的确是流量明星居多 但是像浪姐的嘉宾阵容 并不是只有流量明星在吧 像纳英 刘敏涛 明镜 张柏芝等人 这些人都是实力派演员歌手 并不是流量明星 更何况浪姐的两届冠军也是实力派 这样看来资本杂钱培养偶像好像跟浪姐 关系并不是很大吧 但是敢于这样说的 能炮轰当下热门综艺的 也就只有李诚如了 别人不敢说但李诚如敢说 能看出李诚如是真的有底气 除了综艺 李诚如还说有家卫视一直在录制一些 没有意义的节目 这个很不除 对影视剧的创作是非常受影响的 虽然李诚如没有点名这个电视台的名字 但是符合热衷于做热门综艺的 还捧红了很多艺人的 目前为止就只有芒果台一家了 李诚如的观点其实也是很现实的 现在因为流量原因 一些只会埋头苦练的老溪谷都无戏可拍 而有些人靠着综艺的笑点或者一张脸 轻轻松松就赚了演员一年的片酬 也难怪李诚如会出来点评了